特朗普推出F-55双发版F-35 不得不说特朗普是把流量给玩明白了 他很清楚的知道大家对什么感兴趣 这次在涉及美军战机的发言中又来了一票大的 在访问卡塔尔多哈时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示要研发一款双发升级版F-35 并将其命名为F-55 还计划对F-2进行现代化升级 命名为F-2 Super 双发版F-35这是海军做梦都想要的机型 但给F-35加一个发动机 不是特朗普一开口就能上去的 中间还要面临很多问题 那么美军能够成功研发F-35吗 目的又是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飞机方面的消息有点多 5月中旬有媒体爆料称 五角大楼正在讨论使用天机预警雷达 取代一切预警机 之后美国空军又透露F-47的部分性能 急速两马赫作战半径1850公里 美国防长则透露 国防部正在考虑把F-1XX项目推迟三年 当然重磅消息还是特朗普在媒体上公布F-55 2025年5月15日特朗普在多哈透露 我们正在研发F-35的重大升级 并将其命名为F-55 它将配备两个发动机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他不喜欢一个发动机 就算通用电机有着全世界最好的发动机 但还是喜欢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发动机 一个发动机容易熄火 其实特朗普很早就对F-35的单发有意见了 在2023年9月17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F-35B 在南卡罗来纳州飞着飞着就没了 于是特朗普坐不住了 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早就给落马公司提过这个问题 F-35只有一台发动机 就不怕出事故后往下掉吗 当时的特朗普只是一个退役总统 所以落马也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句 没问题 一台发动机就足够了 在这个时期 特朗普就已经在考虑双发版F-35的事情了 但碍于没有实权 只能想一想 重新出任美国总统之后 双发版F-35的提议又被拉了出来 当然特朗普在多哈的宣言 不排除是一时兴起 但结合F-35最近的消息来看 火力军觉得 肯定是有关F-55的制造方案与计划书 出现在了特朗普的办公桌上 这才导致特朗普会在多哈的新闻发布会上 透露有关F-55的消息 英国媒体也觉得 F-55释出有因 于是开始疯狂翻阅空军近期的信息 没想到还真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落马之前推出了一个5.8台机 将NGAD项目的竞标技术移植到F-35 以一半的成本实现其80%的性能 对于波音营的六代机竞标仪式 落马也不会进行抗议 而是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升级F-35 F-22 按照落马的说法 这相当于我们把汽车改装为法拉利 在此之前 大家一直以为这是个比喻 但F-55出现之后 这就不是了 火力军有理由怀疑 在NGAD项目失败之后 落马为了在六代机中分一杯羹 所以向特朗普提交了 有关双发版F-35的方案 并交出命名权 主打一个头起锁号 毕竟在2023年 特朗普就有这个想法 如果F-55能够诞生 最高兴的估计就是 美国空军与海军了 早在GSF项目中 他们就对单发不是很满意 就性能来说 F-35其实是美国三军 之间互相妥协的结果 美军研发F-35的目的 就是满足空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需求 只是想要做到通用性 和控制成本 单发是前提条件 只有这样做 才能减少机载系统的复杂性 简化维护 降低生产成本 并提高后勤效率 原因也很简单 涉及海军陆战队的垂直 起降需求 也就是F-35B 相比较双发 单台发动机实现与生力风扇 矢量喷管的传动 无论是射击制造的难度 重量 体积都要减少很多 也更安全 避免了两个三轴喷管 出现推力不均匀现象 而且如果F-35B使用双发 其离合器带动冷端风扇模式 也就意味着 需要一套结构极为复杂的 传动系统 并且全部都需要 高强度钢制造 仅仅是离合器组件带来的死忠 等否上届 都是两说 更别说双发垂直起降战机的可靠性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 从概念阶段开始 F-35就和X-32等方案一样 都是围绕单发设计 不过在性能上 单发肯定是不如双发 所以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 都不是很满意F-35 唯一满意的就是海军陆战队 之前用的是AV-8B 现在换到F-35B 性能大幅度提升 至于美国空军这边 虽然也不满意单发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在当时那个时间段 没有一个对手 是美国空军打不过的 毕竟还有F-2 性能降低一点也没关系 而且F-35强调的是多任务功能 包括对地攻击 空中优势和电子战等 单发的配置 虽然在速度载荷上 不如双发战机可靠 但多用途作战已经足够了 F-135发动机也挺强的 加上外售的需求 太贵 肯定不行 海军这边虽然对单发 舰载机持保留态度 但是美国在项目初期 就计划统一设计 海军再闹也没啥结果 只能选择单发 现在推出F-55 属于空军与海军的最优方案 至于海军陆战队那边 能不能换上F-55 还真不好说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F-35配备第二台发动机 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答案很简单 它不再是F-35 现在的机身空间没办法再塞一个发动机进去 五代机最大特点就是隐身 在这方面 气动外形是绕不开的 飞机隐身最重要特点就是气动外形 隐身涂层是锦上添花 考虑到隐身 美军在设计F-35这种多用途战机时 也对弹舱提出了要求 核心就是足够大 足够深 能够容纳2000磅的航弹 也正是以上这种要求 F-35采用了单发加常规布局 加大弹舱的设计 比双发窄间距紧凑机身布局 能省出更多的空间 从而配备更大的弹舱 结果就是 F-35的长度和翼展 就比F-16大了那么一点点 重量却与F-15相当 油箱空间甚至超过F-14 想要在这种紧凑的机身上 再塞一个发动机 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想要研发F-55 美军可以保留作战系统 驾驶舱 但必须以发动机为中心 打造战机的其他部分 机身要更大 更硬 双倍的推力 也就意味着最高速度有所增加 也必须重新设计机翼和尾翼 以及进气扣 估计这些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战斗机要换发 重新设计机身 和进行适配和试飞 那是最基础的 如果机体结构 有一定的改变 风动也要重新吹 所以F-55 已经不算是F-35升级版 它算是一个新飞机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美军怎样做 才能将F-35单改双呢 就各国航空史来看 上一个放大单发机体 从而塞另一个发动机的战机 就是尖七变尖发 印度那边也正在计划研究 双发光辉舰载机 也就是TDB-F 至于将F-35改装成双发战机 说起来挺简单的 目前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就是硬塞进去 像其他美制战机那样 横向对称 两个发动机一左一右 F-4 F-14 F-15 F-22等 都是如此 这样做的话 F-55的性能 会明显优于F-35 但坏处就是要变成 双发宽间距布局 内置弹仓或许会受到影响 第二种方案 就是像英国闪电截击机那样 两台发动机一上一下 纵向对齐 在F-135的上方 塞入第二个发动机 这种方式虽然不科学 但很受欢迎 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横向对称 还是纵向对齐 都意味着要对F-35进行修改 比如放大整体尺寸 加宽进气到直径 机身内部空间 也要重新设定与划分 整个过程与重新研发一款新战机 差不了太多 相比较F-35 因为双发的影响 F-55的生产难度 原材料消耗量 以及零部件数量等 肯定会大幅度上升 最终结果就是价格偏贵 目前F-35的价格 大概为每价8000万美元 双发版F-35的生产 与原先型号基本不沾边 没有优惠 价格恐怕要翻一倍 此外第二台发动机 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维护难度 日常使用成本会更高 或许会赶上F-22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 F-55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通用器 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需求不同 研发难度也不一样 海军陆战队的垂直起降 就是噩梦模式 而且我们上面也说了 研发双发垂直起降战机的难度很大 估计飞机设计师看到这一需求 人都麻了 而美国空军与海军 又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海军陆战队也没有这个经费独立承担 从这方面来看 如果美军要研究F-55 大概率不会再要求通用性 海军陆战队还是继续使用F-35 美国空军与海军则换装F-55 这就有一个可能了 F-55很可能就是特意为美国海军准备的 就跟上面咱们说的那样 美国防部正在考虑把FA-XX项目推迟三年 如果真的执行这个计划 海军六代机项目最终结果如何 那就不好说了 大概率会被取消 具体原因未知 有消息称这是受预算影响 不过火力军估计 应该是性能无法满足需求 美国海军推出FA-XX项目后 波音 洛马与诺格公司都参与了竞标 不过洛马最先出局 其提案不符合该服务的标准 那么这就仅剩波音与诺格 其中波音已经赢得了NGAD项目 FA-XX项目大概率已经无缘 就剩下一个诺格 火力军认为大概率是诺格的最终成果 不符合美国海军的需求 于是暂停项目 只是FA-XX项目取消之后 美国海军就仅剩超级大黄蜂 与F-35C的组合 等到超级大黄蜂退役 美国航母的中间力量 就只能依靠F-35C了 虽然F-35C的性能还不错 但按照美国海军的分析 为了应对未来的威胁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平台 于是F-55出现了 对于海军来说 双发版F-35 无论是作战距离 还是载荷 都要远超原版 至于空军这边 在已经确定F-47的情况下 不需要将F-35 从单发升级为双发 如果要对F-35进行重大升级 那也只能是一种 短平快的项目 改动的幅度 小于从大黄蜂 到超级大黄蜂的进化 在预算都不给波音的情况下 研发经费 还要靠落马自筹 更现实的情况是 落马利用NJED和F-1XX项目经验 对F-35进行升级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5.8代机 当然了 以上只是猜测 最终结果如何 还要看美军内部的安排 到这儿就已有一个问题了 在美军花费大代价的情况下 双发版F-35的综合性能 到底如何 美军是否需要F-55 当前很多战机都是双发 美国的超级大黄蜂 法国的阵风 欧洲的台风战机 不过单发战机也不少 F-16 英式都是如此 可以说单发战机与双发战机之间 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 只能说是各有千秋 单发战机的体积更小 成本更低 机动性更强 双发战机虽然更重 但载荷更高 可以携带更多的武器和燃料 航程更远 理论上来说 即使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 依旧可以继续飞行 从这点考虑 将双发的F-15 与单发F-16拿来比较 毫无意义 它们仅仅是针对不同任务进行优化 F-35与F-55也是如此 而且飞机这玩意儿 跟坦克军舰一样 讲究重量推力机动性和载荷的平衡 美军设计F-35的目的 就是一款隐身打击飞机 而不是像F-2那样的空优战机 单发改双发会导致机身重量增加 研发维护成本飙升 也颠覆F-35 现在的第一成本多任务定位 与项目初中冲突 从这点看 美国空军并不需要F-55 至于美国海军 的确需要一款双发版隐身舰载机 以便更好地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 但特朗普所说的双发版F-35 属于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任务 无论是价格还是研发难度 都堪比一款战新设计的战机 所以与其研发F-55 为美军提供新战机 不如将这笔钱用来建造F-47 并进一步推进F-1 XX 总的来说 就以上这些消息来看 单纯为F-35添加第二个发动机 等于研发一款全新高成本的战机 在美军建造F-47 推动金穷项目的当下 没有多余的资金 也没有精力去建造新飞机 特朗普所说的F-55 更多只是一个想法 火力军估计 大概率是落马的5.8代机 为特朗普提供了这个灵感 或者跟上面说的那样 是落马主动向特朗普提交方案 但不管是哪一种 最终大概都不会执行 毕竟F-55的存在 抹杀了F-35的通用优势 加上价格 难度就算特朗普同意 结果也不好说 根据美国宪法 总统提出的任何重大军事项目 都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 国会拥有对军事项目的审批权 包括预算和拨款等方面的决定 美国国会的情况 大家也都知道 估计看到F-55的第一反应就是 又要研究新战机 不批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F-55会出现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周文素 未证悟 中文字幕 李宗盛